1917年初,俄国军队在圣彼德堡发生兵变,沙皇退位,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二月革命。 此时的俄国正在全力与德国交战,并没有多余的力量镇压国内兵变。 在内忧与外患之间必须要两者则其一。 如果俄国选择处理内忧,那么就必然要退出与德国的作战。 这样,德国将不再面临多国夹击的压力,用于抵御俄国的军队也可全数调往西线专攻英法两国。 如果没有了俄国这个强大盟友的帮助,英法两国战胜德国的希望将更加渺茫。 而摩根家族先前已经向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提供了超过15亿美元的战争贷款以及价值约50亿美元的军火物资订单。 第三,摩根家族把宝都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这意味着,如果压住的这几个国家没有战胜德国,那摩根家族的大笔战争投资都将化为乌有。 这是杰克以及他执掌的摩根家族不敢想象的。 所以摩根必须出手改变这一局面。 1917年,摩根家族通过派驻在伦敦的利益代言人海因斯佩奇传话给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 佩奇在给总统的密电中陈述了摩根家族目前所处的困境并说明厉害关系。 大体意思就是,摩根财团已经给英法等国提供了巨额的战争贷款和还未兑现的物资订单。 但是目前战场局势有变,英法等国以目前的状态难以抵挡德国的进攻。 如果德国打败英法,摩根家族的战争投资将面临巨额损失,并且大笔军火物资订单也将作废。 倒是势必会影响美国国内的经济和金融体系。 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只有让美国参战来扭转战场局面。 这样有了美国人力财力的帮助,英法等国就可胜券在握了。 而摩根家族的投资也能够保住,未完成的军火订单也能够继续进行。 进而使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不受影响甚至获得增长。 佩奇在发出这封信件一个月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做出了对德宣战的决定。 这个曾在1916年以和平派候选人身份再次当选的总统,终于违背了他和平治国的理念,带着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然,开战与否并不是美国总统个人可以说了算的,最终决定还是要经过国议会的批准。 但显然国会中的关键人物都已经倒向了摩根家族,政府各部门也都得到了新诚密的美联储的帮助。 所以美国上下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止这场战争。 作为摩根的密友,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联合向美国大众筹集战争贷款,用以支持美国参战。 据资料记载,此次战争期间美国的公共债务扩大了25倍,而为打败德国而向社会公众筹集来的90亿美元并没有流向英国和法国, 而是直接替他们购买了战争物资。而战争物资的卖方正是摩根家族。 也就是说,英法等国压根就没摸到从美国获得的贷款,这笔贷款只有变成军火物资才能到达他们手中。 这样美国既能赚取大笔贷款利息,又能从军火生产中再大赚一笔。 所谓美国的贷款美国花,一分别想贷回家,这也就是美国喜好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摩根家族在青年首领杰克的带领下不断发展, 使整个摩根家族的声誉和影响力在当时的美国乃至是全世界都达到了巅峰的状态。 在那个年代,以杰克为首的摩根集团长期在美国和世界上充当着这金融领袖的角色。 毫不夸张地说,摩根家族跺一跤,整个美国甚至是全世界的金融界都会颤抖。 当然,他也为全球金融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摩根家族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法律而是金钱。 这样的生意,摩根家族做过不止一次,在运作上早已是轻车熟路。 比如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法国革命中的承购国债事件,还有1898年美西战争时的援助阿根廷和墨西哥事件。 总之,能够让这些金融寡头们心甘情愿为战争出资的并不是什么爱国情怀,也不是什么怜悯之心。 要知道,资本动用的每一分钱都是要产生回报的,他们绝不会做徒劳无功的事情。 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这笔钱像滚雪球一般源源不断地变大。 现代的摩根家族产业更是遍及全球,包括诗人所熟知的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等大型跨国金融集团,以及不计其数的全资或控股的实业集团。 摩根大通,被业界人士称为小摩,是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 它是由最早的JP摩根公司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在2000年时合并而成,在随后更是接连收购了美国的芝加哥银行、贝尔斯登银行、华盛顿银行和美国第一银行。 它的总部依然设在美国纽约,其资产高达4万亿美元,产业遍及全球60多个国家,业务范围涵盖商业银行、金融交易、企业管理、商业服务、个人存贷业务等。 摩根士丹利,业内俗称大摩,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由JP摩根公司分离出来的一个分支。 它是一家专门从事投资业务的金融公司,在全球几十个国家的近千个城市都设有代表处。 业务范围涵盖证券、资管、企业并购重组和投融资等,服务对象包含其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和个人投资者。 摩根士丹利也是最早进入我国发展的国际投资银行。 截至2023年,它的总资产高达一万两千多亿美元。 曾经在欧美社会中传言,民主党是摩根家族的,共和党是洛克菲勒家族的。 而无论是摩根家族还是洛克菲勒家族都是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 从这些世界顶尖家族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家族之所以能长胜不衰,靠得不止是其雄厚的才是背景。 更多的还是代代传承且严于律迹的家风家教。 这些国际大家族都有一些特点,首先他们的成员互相间足够团结,其次每一代都会无条件执行先祖的家训。 每个人都始终以家族繁荣为奋斗目标。 最后,无论身处何种高位都依然能够牢记家族使命,毫不松懈。 这也许就是这些家族能够世代延绵,长胜不衰的秘诀吧。 反过来说,任何一个家族无论他有多强大,只要他不再向上增长,那么衰败就是必然的。 一代更抵一代强是一个家族维系繁荣的基本条件。 如果后代不能做到比先辈更强,那么这个家族走向没落是必然的。 因为世界在不断变换,时代的车轮在不断向前,先辈们之所以能积攒巨额财富, 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与所处的时代在同一个频率,甚至要超前于他们所处的时代。 就跟我们的资产一样,如果我们不能让它增值,即使放着不动也会逐渐流失。 想要保住资产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它不断增值。 所以,若向长远,唯有向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